狭窄的巷道里如果是划设双黄线 民众行车经过时往往一不小心就会违规 在小港区山东里的一处道路就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而最近就有不少民众向里长和议员来陈情 希望能够改善道路标线的问题 让当地的交通能够更加顺畅 在小港区长溪路的巷口道路上划了一道双黄线 因为道路狭窄使得车辆路过时容易压到线 附近居民就向里长与议员陈情反映 交通局也派员前往会刊 希望能做到标线规划改善 现在我们站的位置点 整个长溪路大部分的人都已经在埋怨 要来处理这个防线的问题 还有那个长溪路8号到12号 有一个转角的地方的红线 是不是能够宽容一下 因为本都大了 人是 他们的机车根本都没地方可摆 做一个规划的方面 让我们的里面有方便 因为我们这个社区型的道路 其实说实在的 有这种中心线的话 往往对他们来说是不方便的 会刊之后 我们交通局同意把这个中心线取消掉 经过民众反映过后 也邀请各相关单位前往进行会刊 经过评估之后 交通局也表示 未来将会进行改善工程 让民众在向道内行车可以更加顺畅 也减少民众不小心违规的问题 接过让民众反映说 因为这边双方线 有人在这边停车的时候 就可能会导致民众在开车过来的时候 会压到双方线 就希望把这边双方线给取消 大家取得共识 就是把这边的双方线 还有这边的分享线 还有分享线全部都把它取消 道路标线的绘制 往往希望能带给民众顺畅便利的交通 希望此路段经过标线重新的规划 让周遭住户的用路便利性得到改善 记者李嘉隆 潘文玉 高雄报道 拜拜 咱们快点